《诗修法》 《诗修法》 《诗修法》今天讲的是 情不涅槃 皈依和发心以后 观想这个世界和其他世界当中 有很多佛菩萨事业圆满 准备进入涅槃 在这个时候 就像以前那个增大居士 在佛要接近涅槃的时候 在佛面前请求以后 后来都是住于世间 一样 我们也是在自己的身体 平时要观想成特别多的 像无数的身体 到一些世界各个 接近实现涅槃的上师 诸佛菩萨面前 开始祈祷 轮回唯空之前 你们不能涅槃 长久住世利益众生 抢卷法论 详细 你抢救救世 抢卷法论 所以在很多上师 活佛 堪博 还有善知识 格西 还有一些大德 在这面前 经常祈祷利益众生 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念 《普贤行愿品》里面的 诸佛若于施涅槃 我既知诚而劝勤 为愿救助 察尘皆利乐一切诸众生 经常自己念 如果有机会到上师那里去 天天都祈祷 上师不要涅槃 有些上师可能不高兴 我还准备不死 天天都让我不死 不死 什么意思啊 如果这样不太方便 心里面天善念诵 三宝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很多高僧大德 准备进入涅槃的话 我们念一个偈颂 他就想开了 他就不想涅槃了 也诸很长时间 很多以前的高僧大德 看到一些末法众生的 行为不如法 对弟子生起厌离心 以种种方式来实现涅槃的特别多 所以祈祷很重要 功德也特别大 后心于无缘当中 善根回向 这是一个修法